纪小兰 纪云来不及将烟熄灭 只好把烟袋藏在靴子里 去朝见圣上 烟在靴子里燃烧起来 纪云忍着痛 希望皇上快点结束 直到裤脚冒出烟来 皇上问他怎么回事 纪云答失火了 皇上赶快让他出去救火 纪云才踮着一只脚出去了 以后有好长时间 纪云不得不拄着拐棍 同时纪小兰此人天性风趣 并且能言巧遍 机敏异于常人 还有点调皮 时常喜欢捉弄别人 有一次他回到了老家 去一座寺庙游玩 这个寺庙的住持年龄很大了 估计有头发的话 肯定全白了 大家都叫他缠星大师 当得知来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纪大人时 缠星大师对他特别客气 并且请纪大人去内堂 喝茶番话 谈话之初 大师很有出家高人的气质 纪大人对他也十分的尊敬 但是没过多久 大师就录了本相 话语越来越粗俗 而后怨天尤人 很失低级 好像在于市井无赖 对话一般 这叫纪大人很是反感 不想再待下去了 于是起身准备告辞 大师怎能如此 就把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放走 后置脸皮 请纪大人为他提字 并且拿出了自己的画像 想让纪大人为他提词 纪大人十分厌恶 但是却不好推脱 于是随手写道 精神炯炯 老貌堂堂 乌精白然 归贺成祥 大师像得到了珍宝一样开心 又请纪大人写一副对联 给他挂在屋内 纪大人稍作思考 随手写道 凤油和阴 鸟飞去 马走炉边 草不生 大师十分得意 带纪大人走后 赶忙找人将对联精心装潢 并且挂在了屋里最醒目的地方 过了几年 寺里来了个游玩的文人 一眼就看到了那幅对联 忍俊不惊 大师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询问的文人为何如此 文人笑道 这幅对联甚是有趣 大师得意洋洋的说 这幅对联乃是纪小兰 纪大人亲手所提 有什么可笑的 文人说 你被纪大人给耍了 大师肚子里没什么墨水 根本听不明白 文人耐心解释道 上连 凤油和阴 鸟飞去 凤字去掉鸟 是几字 几在河下 就是秃字 下连 马走炉边 草不生 炉字去掉草字头 是护字 旁边再加一个马字 就是驴字 前后二字相连 不正是秃驴吗 大师听罢 幻然醒悟 气得令红耳赤 马上把对联拆了下来 用火烧了 估计想起还有一幅字画像 也有纪大人的提笔 估计也没什么好话 赶紧拿来给读书人看 文人看吧 嘴都笑得合不拢了 难道这也是在捉弄我 大师追问 文人强忍着笑 对大师说 这几句更加明了 表面上看都是夸你的 其实只是一首藏头诗 你只看首字就懂了 大师定睛一看 居然是经老乌龟这四个字 当即爆跳如雷 把画像撕了个粉碎 愤怒地扔在了地上 嘉庆十年二月 季晓兰病逝 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 受之以正无不达 雇足后嗜好文达 乡理事称文达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